輸人不輸賓 輸賓不輸賓 我們南道一定要讓大人哥跟小英 最高票來進入總統府 不管是總部勝利 也就是蔡西亞優票 民進黨立法委員削紅龍 都真心遭遇 不過自將選舉委都開始了 把民開始出現後削紅龍 身為保理人 算不上參選OK選立委的姻子位 對著削紅龍 實在要做出說明 南投兩個選區 就屬南投市這個選區 是最艱困的選區 我是一個連任的立委 我理應要選擇 最困難的選區來挑戰 烏西縣李文中的選票 都比國民黨還多 所以烏西縣是有可能勝選 張國新已經經營了四年 應該給他去拚鬥 然後這個艱困的選區 是我挑選來參選的最大原因 要國會過半 有戰鬥力的立委 都要選擇最艱困的選區 這個也是我到南投市來參選的最大原因 另外說到這次留意台前的選情 削紅龍是真有信心 尤其對著南投官的工作議會檢照 以及認可留心 是非常心疼 我的選情非常穩定 我一定會勝選 南投選民一定會支持我當選連任 因為國民黨對不起南投人 國民黨在南投執政了九年 南投是全台灣失業率最高 南投的國民所得偏低 同時工作機會很少 老年化 人口移出也很多 所以國民黨對不起南投人 南投人會用選票支持我 來懲罰國民黨 你投票日剩下40天左右 削紅龍勤奏旗戰 經營地坑關係 他希望這次的選舉 民眾可以用選票來改變未來 會有機會來為民眾發聲 記者總會上 蔡英文報道